大家好,我是萍萍 Priscilla 看看这个像是长了毛的荔枝 它是什么食物呢? 它就是在东南亚非常有名的水果之一 那就是红毛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轻松地运用三种非常简单的切法 切下果肉来享受这份美味多汁的水果 也让我们通过轻松的烹饪和优美的钢琴音乐 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快速的调整和喜乐 由于红毛丹的果壳稍微厚一点 我不太喜欢直接用手指把它扒开 所以我就用刀从顶部划一圈 像粉的方向一转 就可以很轻松地把果壳给打开了 我第一个简单的切法 就是把果肉从四边切下来 剩下的果壳还带着果肉 我们可以拿来泡茶 或者待会我们就会冲个爽口的冷饮来使用 由于红毛丹的果壳上面 会有一层坚硬且脆的保护膜 和果肉紧密相连着 是人的胃肠无法消化的 所以如果不学会怎么切下干净的果肉 那和果壳一起咀嚼 就会大大的破坏口感了 而第二种切法 我就是把红毛丹直立在菜板上面 然后用刀随着果壳的形状 就可以轻松地切下果肉 果壳切开以后 如果果肉上面还有一些绒毛 你就可以用清水冲一下 那是最快把它清理干净的做法 而第三种切法 我就是在果肉上面直接画一个十字刀 如果你自认技术不是很好 千万要小心不要割到手了 切好十字刀 就可以直接用手把果肉给剥下来 马来文称红毛丹为Rambutum 它也是意味着毛茸茸之物 所以红毛丹有很多别名 称为毛荔枝、哨子、红毛果或者是红毛丹 相信许多人都非常喜爱吃荔枝 然而红毛丹和荔枝的味道确实是蛮相似的 但是红毛丹的果香却比较清淡 而且果肉比较结实 吃起来会比较有点嚼劲 如果跟荔枝相比 荔枝的果肉相对比较嫩一些 而且水分也比较充足 味道也比较甜呢 现在我利用剩下的果壳 还有蜂蜜、现挤的柠檬汁 加上一叶现彩的薄荷叶 随意就可以变出一份爽口的冷饮 健康、美容又好喝呢 红毛丹壳上长有红褐色的短毛 很像可爱的小刺味 它果肉微白色 柔软而爽脆 清香可口 味道甜美 有机会的话 您也不妨试试看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